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 話說大家都知道 島里哥津已經抵達了白羅斯 有些人會期望他和白羅斯魯卡申科成為一方的梟雄 老實說 獨裁者四分五裂 很多時候各有盤算 我要套用中國當地 很多粉紅色人士 經常說土經不是吃齋 經常說主力未出 現在主力出了沒有? 有沒有虎豹騎可以把華格拉拿回來? 還是華格拉自己本身是虎豹騎? 你普京可以怎麼做呢? 叫他自問吧 你頑皮啊 奇怪就在於華格拉理論上已經這麼多年了 沒理由會採訊魯卡申科會有好東西可以益他 又同時間魯卡申科也不會相信華格拉 應該會時刻提防他們奪權 所以兩股勢力拍一注 讓我想起的就是呂布投靠劉比 到之後會出現什麼事了 大家看看三角演義歷史也行 這裡不多數 因為今天的主角不是他們 已經做了很多天主角了 有人就說華格拉是因為 進這個莫斯科驚師的那個兵力不足 而且就算被你佔據了莫斯科又如何 那你就要想了 華格拉到底他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人以西方國家的角度 甚至乎是共產黨的角度去想這個華格拉 我覺得戰國時期 積田信長統合耕之役就最好想的了 因為不同 華格拉有沒有說想控制整個俄羅斯 成為俄羅斯一方之靶 理論上不會啊 會就不做僱傭兵 僱傭兵為錢的 尼玉分心 你看到非洲極抗就知道了 權力方面呢 就可能一般的 錢是比權力重要的 但是有些東西是可以炸到錢回來的 如果他能夠盤據整個莫斯科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籌碼會大為增加 有些人就說了 是因為莫斯科內部 他的內應 細作沒有開門給他 因為你必然是要 呂應外俠才可以進去的嘛 你就算莫斯科外圍 你長驅直進十萬八千里長征都沒用 來到莫斯科的時候 你遇到的就是禁衛軍 那這點反而說得通 反而我想知道的呢 就是到底魯卡申科開了些什麼條件給他 還有答應了他些什麼 這兩隻都如狼似虎的嘛 不過今回呢 有一個人代表著中國去歐洲那邊聊天 早不聊前不聊 過了一年多你才聊 名字挺有趣 這個是傅聰 就叫他傅聰 不是傅聰式那些軍炸機 是傅聰 我有傅聰的 你聽我說 上書大人都算機靈 有些人就將他比作這個刑部上書 有些人呢 會想起狗品芝麻官的情節 我為正義而講的 一位朕頂著這個蘋果嘛 無論怎樣都好 你看一下這個虎聰 那個樣子 嘩 真是去聊天的 和談的 第一樣東西 你見不見到啊 他條後頸呢 有那些猛仔枕啊 整塊肉這樣猛一下猛一下 第二樣東西了 嘩 兩眉中間有粒的 劉家良 他不是 只不過令我想起印度那些很喜歡 有粒手工紗的嘛 點在中間的 說笑而已不是手工紗來的 意味著他們的第三隻眼 那其實群雄國巨 你會知道 普京就一定是權威盡喪 俄羅斯呢 就進入未必是南北國巨啦 總之是外內國巨 也就是晚清末年呢 東南互保啊 熬不得多久 但是我們經常說熬不得多久呢 都還可以stand到一段時間的 大家要設計心急 很多心急的這些東西 大國倒下 晚清都要用了十幾二十年才真正倒下啦 你說轉裂點就絕對是甲午戰爭 原因為什麼 因為無論是元明遠也好 林則取也好 都未足以令到滿清呢 權威盡喪的 但是一個甲午之戰 整支不養艦隊這樣壓了上去 當日一路以為的 船堅炮利啊 結果原來遠來來的 同樣啦 中國一向呢 都想著有個猛人 強人 做這個親戚 鵝爹嘛 那結果變了鵝詐喔 原來的東西全部都流流的 米格啊 各樣啊 全部都九流的 真是九品芝麻官啊 今次 那結果 習近平當然越想越不對勁啦 你都還說有親兵 問親你普京的時候 你就說有華格拉 打贏的 你看一下巴哈姆特 有這麼多實力的 我即將呢 委爾重任 有華格拉在這裡 你不用擔心 諸如此類那些 但我都講過了 華格拉呢 就並不是因為特別英明神武 而是因為啊 他們是僱傭兵來的嘛 收到錢 而俄佬裏面那些中央軍團啊 沒有錢收的嘛 漏水的那些東西 所謂功欲善其事啊 必先利其器 所以華格拉才這麼好打而已嘛 反過來 他們沒有這些武備的時候呢 都是走得摩 那就沒有被哥的 沒有被啊 沒有被啊 沒有被哥 今回真是啦 喘離 喘逃這個白羅斯 我覺得他也是下場悲慘的 因為 魯卡申科 想不想各具一方 當然想各具一方啦 但同時間 他又要應付普京的壓力 又要應付華格拉 很快要送兩個袋給他的啦 一個青山 一個小籃 又一起看一下 是不是 好了今回 講回這個苦衝先 話說中國一直呢 都是包庇我們用這兩個字 包庇俄羅斯 一直都扮中立 其實歐洲國家已經點出了的啦 這件事情沒有中立的 中立就是幫助俄羅斯 你還用說這些東西的 又買天然氣 又買石油 又擾過制裁 又提供武備 如果這麼多個證據啊 都未足以令西歐信服的時候呢 那我答了一句的 喪睡的人睡不醒 啊 要不醒的 隨便啦 要不醒就睡不醒 一樣的 問題有沒有要那個verb 同樣地 在中國樓太的同時 大家要非常小心 而我都預估了它會扭太的 所以我就說 隻眼開時隻眼閉 大家反而在這一刻 更加要看清楚 到底會不會又是一次 禍水西隱 之前那幾集說了 禍水西隱 就將中國的這個解體的禍 就射了給俄羅斯 然後呢 就扮好人 又去回一個叫韜光養晦的年代了 那以往來講呢 韜光養晦 在2020年大家都看到 差不多中國共產黨吃了全世界 那你今時今日 再給他韜光養晦呢 就不需要差不多先生了 他可以確定了 所以說 男爐女雞子 那代就是這個意思 金睛火眼地盯緊 Anyway 金梅呢 那種萎萎萎的立場 就派了阿虎聰走過去了 駐歐盟市團團長 虎聰啊 近日就接受卡塔爾半島電台 杜拜那邊的哈 就是找些中東那些朋友來 那在專訪的時候呢 就表示 中國政府是不反對烏國呢 收回他們 那時候獨立時候的那些土地 也就是對他們 要保持自己領土完整呢 中國是不反對的 那這個算說得很確切 很實在了 終於有一點點表示了 那盧沙野之前那些呢 說什麼 這些前蘇聯國家 那個主權是成儀的 又轉了調啊 你是完全可以 抽回法國那個大使盧沙野說的 和苦衷互相對比 啊 原來你只是出議反議的 那同時 在人家差不多 有一點點戰果的時候呢 他才在說 不反對他們收回這個黑島 那說回黑島的戰略地位先 黑島的地位就是 出黑海的那個港口 一旦拿了的時候 烏國能夠收回 那俄羅斯就會 會喪失一大片的經濟利益 你問我 即時可以知道那個命運 因為很簡單的 普京呢 侵奪烏國 是想獲得更加大的一個經濟利益 結合一帶一路的藍圖 八年未有之大變局 有個人啊 成孫懷那款啊 銷他那些鐵佬計劃啊 呵 這樣都很順 所以我經常都說了 習近平技高一籌就是這樣 誰聰明一點呢 習近平 精人就出口啊 靠把口賺吃得了 盧沙野那裏 靠把口賺 那些東西也比不齊 好了 現在又 來個苦衝 也是靠把口賺 靠把口賺 有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呢 但是 頭腦不清晰的人 例如 澤連斯基 可能都會希望中國 居中 或船各樣 但是前提是要保持領土完整的嘛 他現在其實正在回應著 澤連斯基的 所以我就說了 時候已經不同了了嘛 你自己都有能力的時候 要靠他啊 他現在呢 就跳出來拿著數 尚書大人都算機靈 但我不同意的 那些人說他像這個尚書大人 刑部尚書 還回一百個大餅給你啊 吃完再走吧 世侄 我不是這樣看啊 周星馳節目裡面呢 有一個角色是更加符合 補充的這個角色的 我等一下展示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那虎聰呢 在專訪裡面 表示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 但是挺有趣的 因為 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 他有很多種說法的啊 第一 你那個國家 他不當你是國家的啊 例如台灣這樣啊 當不當國家 不當的時候 就不尊重了啊 甚至乎他可以不尊重美國這個國家的啊 為什麼啊 你聯邦制的嘛 不屬於一個國家 你知道他為什麼放這麼多氣口了 所以他這隻字你都明白 拼在一起的時候呢 全部都謊話來的啊 那第二樣東西啦 他說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啊 那萬一A國家和B國家之間 對領土完整的定義不同呢 所以其實他都是沒有實際這樣去表達 確切清晰的立場的啊 就只不過在那裡賣下口乖 到其時他又自我演繹一番的了 我發覺近幾年都是 中國呢說的話 很多時候啊 他自己有一套碎池的 下把口賺吃 丟屎佬啊 全部都賣廣告 沒有乖乎 習近平是深得毛澤東的真傳 七分宣傳 三分膚顯啊 那他可能更厲害的啊 七分膚顯就三分宣傳 又或者三分顏色就上大空 那他又強調了 可能幫盧沙耶兜啦 當中國和前蘇聯建立關係的時候呢 對所有獨立的前蘇聯國家啊 一直都是持有同一個立場 即是沒有變過的那樣子 那他的立場是什麼啊 又是啦 外交的曖昧詞彙啊 他不要叫外交局啦 他叫外交局啦 用曖昧去交際好不好 或者外交啦 因為我發覺他都有點曖曖的 認人的時候呢 認些很表面的東西 今天吃了飯沒有啊 明天下雨啊 那些哈哈哈哈 一個大國家 講完這些這樣的東西 他又形容呢 烏閣的問題涉及歷史 他都瘋的 個個國家的問題都涉及歷史的啦 有國家的問題不涉及歷史的嗎 厄屎就有去分啦 他就說啦 需要由烏閣和俄羅斯呢 通過談判去解決分歧 簡單講就是你其他國家不要插手 那當一個技安欺負大紅的時候啊 有人叫叮噹不要插手 那就是說什麼呢 在一個他知道結果的談判桌上面 他不斷叫其他國家不要干預 做緊的就是這些東西 永遠都是喜歡這樣去單邊欺壓人的 那苦衷就表示啦 暫時看不出有些什麼理由 可以反對烏閣重新獲得 九一年時候獲得的所有的領土 九一年烏閣就宣稱獨立的 你不要叫這個啦 我們叫布達斯本啦 你當日是簽約國來的 你當日呢 是保障了烏閣的安全的 所以烏閣才去核化 今時今日西歐國家 之所以這麼強力地支援烏克蘭 就因為當日 布達斯本那裡大家都簽約國嘛 你要人去服應你那些什麼和平啊 理性啊 非暴力啊 諸如此類啊 和理非非啊 那你其實某程度上呢 要其他人拒絕的時候啊 你是拍胸口保證的嘛 發誓當吃山菜嗎 不行的嘛 你今時今日不遵守諾言呢 以後就沒有人相信你的啦 國際條約都可以不遵守的時候 在國際上無公信力可言 甚至乎 2014年聯合國就黑賭事件去表決的時候呢 中國一樣啦 攀兄弟啊 是投了棄權票的 當時中國就說啦 他們是反對干涉別國內政 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那你又投棄權 他潛伏了第一件的說話啦 別國內政 即是他將烏克呢 就拼入了俄羅斯 認為烏克的問題就是 俄羅斯的內政是嗎 如此者般 當然就 搬自個子 到時他對付台灣的時候啊 我們經常都說 今天烏克明日台灣就是這個意思 那今時今日 有些什麼風吹到他 突然之間 走去干涉俄羅斯的內政啊 因為兵簡 所以我就經常說啦 你莫斯科 雖然中國是擁核大國 但是你經常啊 吹噓 自傲於自己那些 超音速的彈道系統 醒目的 不過普京不是很醒目 你跟整個西歐集團作對 還是跟中國作對來都容易得多呢 所以今時今日 啊 醒你一招 即時禁制 北京 上海 台傘 大鴨灣 有冤就報冤有仇報仇嘛 這傢伙這樣 煽鬼你 還要背後插刀 他不是兩協插刀啊 他是背後插刀啊 Backstepper 那些人 全部拿來笑啦 說什麼 上不封頂的友誼關係 各樣 不是盟友 又姓此盟友 但是幾有趣的就是呢 你看到中國的態度已經是在邊緣 那再踢多腳的時候 就無怪乎有苦衷啦 一日不表態 就不用揹飛 是不是啊 為他推阿婆下海 中方對於視覺上的效果呢 一直都採取審慎的態度 我們是不會干涉海王菠塞頓的內政 也都尊重每一個個體的物理主權 哈哈哈哈 你聽不聽得明白他說什麼呢 而汪敏斌在2021年12月左右 他也都說到那個底線是不結民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國 這個就是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啦 不是盟友又姓此盟友 但是不結民入侵污國的時候 不對抗 而不針對第三國 不直接針對 間接針對 送些東西給俄老闆而已 這些就真正是修辭技巧啦 而駐歐大使苦衷又說到 原來他所有東西都是修辭技巧來的 盧沙野那些又修辭技巧 沒有一個字是信得過的 所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都是修辭技巧來的 反語是不是啊 什麼叫反語啊 他想你們躺平 他只是說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而已 其他的那些就是躺平啊 是一個事實的陳述不是口號的 但是跟著先按Q 叫你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那他們呢 應該領導行先的嘛 但是你不要說啊 這個世界就是有些案人 就不知道為什麼聽完首歌之後呢 排在前列的啊 因為聽信了這個宣傳啦 是啊 我們是不想做奴隸的人們啦 是啊 那我們向敵人的炮火前進啦 那誰是敵人呢 咦 有炮火的就是敵人啦 無怪父經常說 楊勞亡我之心不止啦 那每一個國民呢 都認為外國人才是你的敵人 其實真正去剝削你的呢 將你變成九等公民的 是韭菜王的嘛 駐歐大使苦衷啊 就是美國的媒體 其實美國媒體對於這些反人類國家 聯合國巴切萊特已經承認了這件事啦 確認了這件事 你都還去訪問他 你這些媒體都是反人類媒體 我跟你說 不過看一下苦衷說什麼 苦衷就說了 對於中俄關係無上限這件事呢 修辭手法來的 那你用了哪種修辭手法呢 請問 是不是誇張啊 哼 如果不是誇張的時候呢 那我想當然啦 漏了一個標點符號啦 萬一不交租逆伯 就變成 萬一不交租逆伯收回 收回填租三十兩三十兩三十萬兩 他漏了一個問號 其實是反問來的 中俄關係無上限? 但是專家就刮中俄之間的關係出來 有實質的證據 我們經常說曖昧的態度就是這樣 例如男女朋友之間 他們未必說declare大家是男女朋友 但是 嘩 拖了手仔 經常出雙入對 就是要人猜他的關係 專家就表示 兩國怎樣可以證明他有順利的發展呢 那個關係 包括中俄之間 有定期舉行的雙邊軍事演習 又有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裏面 有多邊軍事演習 又定期有國防部長會議 至少你的關係好過和美國關係啦 是吧 而且 講錢銀就最好的了 你中國和俄羅斯買了多少石油 買了多少天然氣 繞過了多少歐洲的制裁呢 好了 到最後 你問我中國此刻的角色阿虎聰 到底像周星馳那套戲裏面哪個角色呢 這個 第一個呢 就是唐牛 你猜不到的 但是現實就真是有這麼荒謬的情節 所有人都知道是他做的了 他都可以恥口否認 甚至乎突然之間 和平天使上身 就說你們這些傢伙啊 即是指普京 這樣侵略人是不好的 叫了你不好的了 突然之間 所以說過橋秋版 即時走人啊 這些 第二個我就覺得演得沒那麼好的 田啟文對比谷德超來講 在功夫裏面 在六指琴摩彈完之後呢 不夠打嘛 不夠這個小龍女和楊過打 這是元秋啊 元華啊 結果元秋上了車的時候呢 那你是田啟文主使的 突然之間了 田啟文就譴責這個六指琴摩的 在說他製造草音污染 在晚上彈到鬼曬禍 非常之無功德心 現實就是發生這麼荒謬的情節 只要他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了 那過往來講 歐洲和美國呢 就是歐美國家 很多時對於這些 古惑仔無賴 都是採取衰靜的態度的 而這次會不會又重蹈覆轍呢 正音是重蹈覆轍啊 那不得而知啊 我不會好像很多人 很樂觀那樣 就認為歐美國家 是一定不會再給他機會了 石堅認錯 很難說啊 大哥 其實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黃飛鴻的戲呢 我就不是說經常看的 我想問一下大家 石堅認錯之後呢 黃飛鴻師傅 是不是經常都會放過他呢 因為長戲就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嚇死人了 又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